- 最麻煩的是兩世代有沒有? - 最麻煩的是兩世代有沒有? - 爸爸中華 - 爸爸中華 - 對 - 然後小班西 - 然後有些人從國外長熟的長大啊什麼的 - 他回來之後他也只有工作而已 - 所以他就是思想太西化 - 西化到就是整個 - 我一開始我就是桑林門的 - 他有畫 - 他有沙欸 - 就白色的沙在上面飄 - 上面飄那種 - 上面飄那種? - 就是樹 - 好難熟 - 樹枝啊有白沙 - 現在很多那種啊 - 沙然後這樣牽著 - 喔沙 - 美國那種戶外婚禮 - 圈法 - 圈法 - 它沒有加任何一點點元素 - 沒有不好啦 - 但是我想說那你要顧一下你們嗎? - 掃背的看起來很難 - 其實賓客如果當面都是在台灣長大 - 你一看到一定是這是很少的 - 對 - 那真的是非教友說的 - 那有些人就會去弄的就是 - 真的很教友的東西 - 就是他只會什麼白色的那個 - 紅糖 - 就是白色那個糖 - 然後跟 - 反正我都看過 - 那就是讓非教友稍微壓力有點大 - 就會覺得 - 喔我今天好像跟你們不同世界 - 不同世界 - 對 - 我覺得那是 - 你們就是有思考到的這個層面比較多 - 你們可能用金色器啊 - 去呈現啊 - 你們可能就是白加金 - 然後用大花朵 - 不是小的這個東西 - 讓這個非教友在裡面 - 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- 對 - 然後也讓大家覺得說 - 欸你真的很用心在思考 - 就是賓客 - 他心裡在想什麼 - 嗯 - 而且他有一些不同的點綴啊 - 也不會讓比較長輩的爸爸媽媽 - 覺得說不喜歡 - 對 - 所以其實你們的就是 - 在布置上面各方面 - 都其實有很多巧思 - 當然就是 - 今天沒有坐在螢幕前面講 - 大家可能不想 - 真的不想 - 但他只會說 - 喔就很漂亮這樣 - 欸你知道嗎 - 其實真正的 - 不管是布置內藥小屋這些 - 要爸爸媽媽都喜歡 - 新郎新娘都喜歡 - 賓客都喜歡 - 這是一個很大的功課 - 真的是很大功課 - 就是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說 - 要怎麼樣 - 爸爸媽媽不會有意見 - 而且我們的白色花很特別 - 其實你仔細看很多 - 它是蘭花 - 你知道爸媽其實他對蘭花 - 爸媽很喜歡 - 爸媽很喜歡蘭花 - 尤其像我外婆他很會種蘭花 - 嗯 - 所以就是如果你只是用白玫瑰 - 他們就會覺得這樣 - 對 - 他覺得那是年輕年輕人 - 對 - 可是他就是又加上金色的元素 - 然後我們又想說那怎樣 - 我很希望賓客來到這邊 - 是會一直狂拍 - 對 - 就他們會覺得好漂亮好漂亮 - 然後可以一直狂拍 - 可是又不會有太多覺得 - 你就是基督教啊 - 你們就是那個 - 然後我就是好像要很 - 很拘謹 - 很拘謹 - 很拘謹 - 可是我看到他們都 - 哭哭哭啊笑啊 - 都比我們還high你知道嗎 - 你們那一群人 - 出來臭黑了 - 對 超high - 就是你好幾倍 - 對 我的好幾倍都很high - 對啊 好好笑喔 - 對 - 會覺得他們比我們更融入在那個教堂期間 - 對 - 可是他們來之前是怕得要死啊 - 對 - 就是說他們會不會拉我去 - 然後他們會不會問我有沒有受洗 - 對 - 那我被拜託我可以進去嗎 - 對 他們會逼我要不要死 - 對 - 欸我說真的 - 這是很多人的想法 - 那今天差不多 - 我們就稍微分享這樣一點點就好 - 其實還要很多啦 - 對其實很多 - 其實還蠻多東西可以分享 - 掰掰